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说道德仁义 非礼不成 假仁义看到别人有难 总是会伸手帮一把 因为憨厚老实 经常被村里的无赖欺负 假家在御龙村是大户人家 假富贵年轻时勤劳能干 因机缘巧合下就了一个贵人 后来做起茶叶生意 积累了不少家财 假富贵老来得子 他担心儿子长大后交涉淫逸 败坏家风 因此从小就严加管教 告诫他遇事多忍让 见人里先行 假仁义长大后唇厚善良 血养成了柔弱怕失的性子 在假仁义17岁那年 假富贵病重 他把儿子叫到窗前说道 孩子 都怪爹管你太严 才让你成了今天这副性子 等爹走了 我怕你被欺负 假仁义跪在床边大哭道 爹 不怪你 是我太没用 让爹失望了 不说这些 爹马上就要走了 有件事跟你说清楚 咳 假富贵一边说一边咳着 假仁义健壮赶紧倒了一杯水 他扶着对方喝了一点 等对方气息稍缓一点后说道 爹 您身体要紧 其他是不打紧的 假富贵摆了摆手 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 我怕再不说 就没机会了 他伸手在枕头底下一磨 拿出一块项圈放到对方手心里 爹 这是做什么 假仁义满脸不解地问道 假富贵看着那把同志的项圈 继续说道 这是当年那位贵人留下来的 他说自己有个孙女 将来许佩吉尼 这个项圈就是定亲戚物 爹 那他在哪 假仁听完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自己身上还有这样一门亲事 假富贵摇了摇头说道 贵人说了 若是你们命里有缘 自会相遇 倘若无缘 爹希望你把村里王寡妇娶回家 假仁义是知道王寡妇的 还未过门未婚夫就意外亡固 很多人都在背后说三道四 说王寡妇有克服命 不过王寡妇性子刚烈 那些人也只敢在背后指指点点 假富贵心里想的是 假仁义性格懦弱 若是将来娶了王寡妇 以后村里那些人想欺负假仁义 估计也得颠量一番 假仁义含为答应 心里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番话 这时候 父亲紧握的双手突然一松 眼睛缓缓闭合 他知道父亲永远离他而去 从今天起 以后的路得他一个人走了 自从假富贵去世后 村里那些无赖三天 两头地跑到假仁义那里 借东西 借了又从来不悬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假仁义之前的物件都快被搬空了 这一天 假仁义在田里耕地 村里的李二宝和马皮 不怀好意地来到他面前 李二宝从他手里牵过牛绳说道 假仁义 这头黄牛借给我了 好久没吃肉 最近馋得很 假仁义听对方这样说自然不肯 这头黄牛虽然老了 可是给假家干活有七年了 他怎么舍得让对方给宰了解馋呢 哟 居然敢反抗 马皮有些惊吓 他还是第一次见假仁义反抗的 以前借什么东西都是不吭声 他们往往拿了就走 假仁义抱住黄牛 拼命去抢对方手里的绳子 结果被马皮一脚踹飞了出去 他大声喊道 你们快放了我家老黄 想要什么去家里拿就好 求求你们别伤害老黄 李二宝冷笑着说 今天我就要吃牛肉 你还敢不借吗 假仁义爬起来向对方冲去 一股拼命三郎的架势 嘴里大喊道 你们要伤害黄牛 我 我就和你们拼命 李二宝听到这话 将绳子扔到一边 和马皮一起将对方围了起来 讥讽道 假仁义 我看你爹应该给你取个名字叫假男人 哈哈 不准你们说我爹 假仁义大喝一声 朝李二宝扑了过去 将对方压在身下 两人扭打在一起 这种情况马皮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等他冲上去 假仁义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败下阵来 就在两人大大出手时 突然有人喊道 给我住手 谁再动一下 我今晚睡你家去 李二宝和马皮听到这话 赶紧收住了手 吓得一溜烟就跑了 来人是村里的王寡妇 他们都听说对方以前混过江湖 伸手有两下子 若是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以后他们在村里也就别混了 当下三十六计 走位上计 还是饶过假仁义未妙 赶了这帮脱皮无赖后 王寡妇走到假仁义身边说道 你怕他们做什么 以后他们再抢你东西 就用拳头打回去 假仁义低下头 笑声道 爹爹说 有时候忍忍就过去了 王寡妇问道 那忍不了呢 就像今天他们要杀了你的黄牛 你怎么办 假仁义低着头目不作声 他也知道自己太窝囊 可是这些年他已经被欺负习惯 在想反抗却是没有那个勇气 王寡妇看着他一脸窘迫的样子 便笑道快把衣服脱了 我给你洗洗 假仁义听了这话 吓得抱紧身子 一脸警惕地看着对方 骗你的 谁要给你洗衣服 王寡妇白了对方一眼 直接走开了 他知道对方顾忌身份 可他虽然是个寡妇 可至今也是清白身子 只是命不好罢了 这件事以后村里就传出了谣言 大家都说假仁义和王寡妇在一起了 其实不用想 也知道是李二宝和马皮背后前的事 王寡妇没有解释 假仁义也解释不清 不过村里那些泼皮无赖 倒是再也不敢过来找假仁义的麻烦 假仁义为了自证清白 他决定出去找当年那个贵人 这样自己就可以娶对方的孙女 村里的流言蜚语不攻自破 可是当年那个贵人无名无姓 他能上哪里去寻呢 第二天 假仁义就收拾行李出发了 经过王寡妇家门口时 他多看了一眼 王寡妇笑道 你是躲着我吗 还是嫌他们说的难听 假仁义弯下要道歉说 那天的是谢谢你 我这次要出趟远门 王寡妇问道 去哪里 还回来吗 她刚问完 脸色突然一红 觉得自己说这些话好像有些太直白 于是解释说 我不是关心你 你这一走 十天半月回不来 村长肯定是要问的 贾人义偷看着对方 低着头道 也许三两天就回来了 也许今年才回来 嫁在这里 肯定是要回来的 王寡妇忍不住好奇 问道 你出去做什么 贾人义说 我定过亲了 这次出门 是去找她的 哦 那你路上小心些 王寡妇说完 转身跑开了 谁也没有注意到 她转身的一颗眼角 流出了两行雷 贾人义看着对方的背影 发呆了一阵子 她提了提行李包袱 继续出发了 一转眼过去三个月 贾人义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 她抬头看了一眼前面的城头 上面写着万花镇 贾人义忍不住嘀咕道 贵人到底在哪呢 都过去三个月了 再找最后三天 找不到大概就是对方的说的命里无缘 其实贾人义心里还是有些期待和忐忑的 万一找不着这个和自己定过亲的女孩 自己回去真要娶了王寡妇吗 贾人义正要往城里走 却看到一个女孩跪在城墙根那里 在她面前躺着一个胡子花白的老者一动不动 她在一瞧 女孩旁边还立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只求三两 卖身脏腹 贾人义献着对方可怜 从身上拿出三两银子 放在对方面前说道 这是三两银子 你拿着吧 别让老人家尸骨包晒了 女孩磕着头千恩万谢 一边将老者的身子拉上板车 一边说道 公子 待我将父亲葬下 三日后在这里等我 奴家就是你的人了 贾人义笑着白手道 不必了 举手之劳而已 出门在外 能帮他人的自然要帮 说完帮着 对方将老者抬上板车 贾人义目送着女孩和老者离开 这是旁边一位乞丐叹气道 一看你就是外乡来的 银子被骗了还替人可怜呢 贾人义一脸不解地看着对方 可在问时 对方捏着手指 直接要钱了 他觉得对方也不容易 于是又从身上拿了一两银子 给对方递过去 等乞丐将银子拿在手里 然后解释道 刚刚那对妇女是骗子 老头莫死呢 三日后他们也不会来这里 大概又去西城门了 贾人一听到这里一脸恶然 没想到城里套路太深啊 还没进门就损失四两银子 万一进去再被骗 他想回村里都难了 乞丐叹了一口气道 要说那对妇女 以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 可是自从老太爷死了以后 家里那些钱财都被儿子败光了 现在又逼着自己女儿来江湖行骗 真是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啊 贾人一觉得眼前这乞丐似乎有些不简单 于是好奇问道 你又如何得知这些 乞丐抬起头 将头发捋到一边说道 我当然知道 我以前可是皇府的管家 皇老太爷最信任的人 皇府 贾人一有些好奇 他还是第一回听到这种城里八卦 只是那乞丐话说到一半 又捏着手指开始要钱 此时 对方的话已经勾引起他的好奇心 贾人一又忍不住从身上 掏出一两银子给对方抵去 走 咱们去醉花楼边吃酒边聊 乞丐拉起贾人一的胳膊 就往城里最热闹的醉花楼走去 他算是看明白了 眼前这个外乡来的就是一个有钱的傻而愣 不坑他坑谁 到了醉花楼 乞丐发声吆喝着 把你们这里最好韭菜兜上来 也今天不醉不归 这 贾人一听了这话 有些退缩 他摸了摸自己口袋里花的已经差不多的银子 你还想不想听了 乞丐故意激将道 想 当然想 贾人一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 竟然对这件事情有独钟起来 等酒菜上来后 乞丐是一毒大块朵银 他一边吃喝 一边讲述着当年在万华镇上发生的往事 原来他口中的黄老爷子叫黄林 当年也是一个乞丐 有一次露宿街头快要冻死的时候 恰好碰上一个外乡人进城 对方见他可怜 不仅仅他吃了热腾腾的包子 临走之前还给他留了三两银子 黄林就是靠着这三两银子发了家 只不过生了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叫黄石 这个黄石从小部学无数 就知道在外面花天酒地 后来他结识了镇上节度时 竟然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对方 要知道当时他的女儿不过年方十六 而那个节度时的年龄 比黄老爷子也差不了几岁 他这魔作自然是为了巴结对方 黄老爷子知道这件事情后 肯定是不肯同意的 他牵斑阻拦 可最后孙女却同意嫁给那个节度时做妾 这一下气得黄老爷子一病不起 黄老爷子被气死后 他的儿子黄石要将女儿黄芬兰 嫁给节度时 日子都挑好了 结果在大婚前三天 节度时因犯大罪被抄家问罪 而黄府自然也被牵连其中 最后黄老爷子一手创下来家业 就这么被败光了 黄石和儿女黄芬兰过不惯这些穷日子 便开始在镇上到畜行片 两个人串通好了 让黄石装作死人 黄芬兰在街上挂着卖身葬妇的牌子 起初这一套行片的手段骗了不少人 可是时间长了 城中的人都知道他们这几俩 也就没人再愿意相信了 于是两人便来到城门外的墙根上 因为这里过往的外乡人多 一天下来总会有好心人上当 如果这些外乡人信了 他们骗到银子就会换个地方 这万华镇一共四座大门 三天一轮算下来 一圈下来的花十二天 又有哪个外乡人肯在这里留上十多天呢 假人意见这对妇女气死黄老爷子不算 现在还敢明目张胆的行骗 气得问道 他们如此胆大妄卫 那些当官的就不管了 管 怎么管 乞丐看傻子一样 看着假人意 他啃着手里的鸡腿说道 刚刚的银子是不是你心甘情愿给的 假人意仔细一想 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是我愿意给的 乞丐又问道 那是不是你亲口说不要对方卖身 假人又回想起来 他却识着魔说过 可是他忍不住问道 万一有人真的花三两银子买下那姑娘呢 乞丐白了一眼道 一座城这魔大 想带走那姑娘 也得先找着他才行 假人意听到这里 总算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端起桌上的酒中 喝了一口闷酒 心想若是再碰到他们 肯定要报官的 乞丐酒足饭饱 以后拍了拍肚子就要离开 假人意忍不住问道 你为石魔不和他们一起 乞丐往酒楼外走去 到了门口回了一句道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背起是彭薅人 假人一听到这句话 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看来这个乞丐果然不简单 不愧是当年黄老爷子最信任之人 可是等到他结账时 却是发现这顿饭吃了他五两银子 之前对方在说话时 又要了他三两银子 这样一算 他在乞丐身上花了有十两银子 结完账以后 假人意又出发了 可是他刚出酒楼 就看见一个长得有些熟悉的的女孩 他一回想 对方不是刚刚骗了他三两银子的女孩吗 他正要追上去 那女孩也发现了他 于是在前面拼命跑起来 跑着跑着就来到一处死胡同里 他刚意识到不妙 想要转身离开时 背后就有一个男人男人 拿着木棍将他砸晕 不过他在晕倒前 已经看清了那男人的脸庞 正是今天躺在地上装死的那位父亲 等假人意再次醒过来时 发现那对父女俩却是睁大眼睛看着自己 他惊慌失色地喊了一声 你们想做什么 话音刚落 一个像圈摆在他面前 那男人质问着他 快说 这个你是从哪里的来的 假人意知道男人就是乞丐口中的黄石 见对方拿着自己的东西 赶紧伸手去抢 结果被对方躲开了 他急地大喊道 这是我的 快还给我 你的啊 假富贵是你什么人 黄石追问道 他是我父亲 这就是他留给我的 假人意愤怒地喊了一声 哈哈哈哈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如果假富贵是你父亲 说起来 你得叫我一声岳父呢 黄石大笑一声道 岳父 假人意一脸不解 可是下一秒 他看到之前 那女孩将脖子上的项圈摘下来放在手里 竟然和自己的那个极为相似 只不过他的项圈突然雕刻的失龙 而女孩手里的项圈雕刻的图案失奉 黄石看着发呆愣神的假人意说道 这对龙凤城想 是我家老爷子花重金找人打造的 天下仅有这一对 当年老爷子承蒙安人所救 后来他做生意发家后 找到安人 就送出了这只龙王圈 并且承诺将来 把孙女嫁给当时刚出生的假人姐 本来黄石以为这辈子 想陷到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婿有些难了 却不想不打不相识 竟在这里碰巧遇见 假人意也非常意外 他这番出门便是来寻媳妇的 结果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只是眼下这种情况 他们以这种方式见面 场面实在有些尴尬 黄石招呼了一声 婴儿快来见过你未来相公 假人意听了这话满脸通红 他见了女孩朝自己走过来 连忙摆手道 不用客气 我 你什么你 你随身带着相圈 难道不是出来寻亲吗 黄石问道 我是出来寻亲 只是 这 假人意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 父亲说的贵人现在已经是这般境地 刚刚还骗了他的银子 现在就要谈婚论嫁 相公 我不漂亮吗 女孩叫黄英 他走到假人意面前轻声细语地问道 假人意看了女孩一眼 对方单凤眼 桃花赛 确实是个美人陪子 只不过一个好好的女孩 为何要干着重骗人的勾当呢 黄石献假人意看着自己的女儿发呆 他挡在面前 指着对方的鼻子说道 虽然这门亲事是老爷子当年定下的 不过你小子想娶我女儿 也得我这个当爹的同意 假人意点头道 这个是自然 倘若姑娘不愿意 我也不强人所难 父亲曾说过 一切虽缘 黄石十分满意地说道 你小子说得在理 不过嘛 我也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 我这女儿生的娇贵 所以这聘礼自然是不能少了 假人一回道 那是自然 那是自然 黄石将对方的行李扔还回去 想了想又把手中的相圈给了对方 说道 包里的银子就当作见面的敬礼 剩下的我列一张清单 你回去筹备吧 另外我女儿出嫁要八台大叫 婚事办得风风光光 假人一接过包袱看了一眼 里面只剩下几两银子 估计是对方留给自己回去的盘缠 其他的贵重物品则一件不剩了 他叹了一口气道 黄叔放心 不会委屈她的 黄英走到假人一面前问了一句 你真的会来娶我吗 假人一犹豫了一会 他看着对方点了点头说道 既有缘欲见 我一定会来娶你的 与对方道别以后 假人一开始了返乡的路程 来的一路上走走停停吃了不少苦 回去的路上 她一副寒酸模样 倒也默认再打她的主意 回到家以后 假人一看现王寡妇 正在她家门口喂着黄牛 她有些吃惊道 我走之前已经将她放了 怎么又回来了 王寡妇献假人一回家 她脸上的欣喜 知色稍纵即逝 随即又有点失望 她没想到 对方这次出门 竟然花了几个月 回来第一句话 不是关心她 却是问黄牛的事情 她娇称道 哼 替你养了几个月 没想到你这般狠心 竟舍地抛弃她 她给你做了多少事 你知道吗 假人一一脸愧疚之色 她不是傻子 岂能不知道这些 对方说的不单是这黄牛 还有她自己呢 王寡妇见对方低着头 不说话 气呼呼地问道 怎么样 找到媳妇了吗 假人一点了点头应道 嗯 找到了 她漂亮吗 王寡妇脱口而出地问道 刚问出去 就后悔了 自己问的这样直白 会不会让对方多想呢 嗯 漂亮 假人一老实回答道 王寡妇把牛绳地 到对方手里说道 给你 以后你自己看好吧 我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说完 头也不灰地跑开了 这一刻 她的心 好像碎了一地 她以为自己这些年的 默默付出 会换来对方的一点感动 可终究是她已相情愿罢了 假人一呆呆地看着 心里百味杂沉 她心里问自己 难道自己做错了吗 父亲临终前说过 自己有一门亲事 若是有缘 自会相见 现在她见到了 这不就是自己和那女孩 有缘分吗 可王寡妇对自己的一片心意 她又如何给对方一个交代呢 假人一世的孝子 既然父亲给她做了选择 她肯定是要听的 于是她回家以后 就开始张罗那些聘礼 看着那张清淡 她苦笑了一声 对方这是要她一大半家产啊 如今家里贵重物品 快被村里那些无赖搬空了 要想娶媳妇 恐怕只得变卖田地 这些天 假人一找到村里的李正 让对方帮忙找一些东家接手 她家的田地 王寡妇听了这件事以后 跑来找她 指着她的鼻子怒吃道 不就娶个媳妇吗 怎么连家都卖了 假人一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她小声说道 这是我自己的事 不用你管 谁稀罕管 以后你饿死街头 我也不管 王寡妇又一次哭着跑开了 李正在一旁看了 叹气道 孩子 这丫头苦命 她待你不差 我知道 可是 假人一想解释什么 说到一半就被打断了 李正摇了摇头道 你的事情你自己做主 老头子 我也不想听了 你这田地 我会帮你卖个好价钱 聘礼筹备了半个月 经过几番折腾 总算东拼西凑差不多了 这天 她雇了八台大轿 骑着高头大马 就去万华镇迎娶新娘 走的时候 王寡妇跑到玉龙山上远远地看着迎亲队伍 她默默地流泪道 你就是一个傻子 可是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假人一坐在高头大马上 看上去一脸神气 不过她眼里却是有些淡淡忧伤 旁边的迎亲队伍一路敲锣打鼓 尹德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正在这时 一头黄牛突然冲了出来 她拦在迎亲队伍面前 撞倒了几个 试图拦住她的壮汉之后 来到假人一面前 口吐人言道 你这个臭小子莫良心 谁真对你好 你心里不清楚吗 假人一看着对面的黄牛 一脸吃惊地说道 老黄你怎么来了 你会说话 哼 傻小子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 黄牛冷哼一声 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假人一觉得声音有些熟悉 猛然一惊 从马上跨下来说道 爹 真的是你 黄牛哼着鼻子 气呼呼地说道 孩子 你这是余孝啊 爹跟你说的那番话 不是让你飞去那女孩不可 那只是爹的一桩心愿 你见过那女孩了 她喜欢的不是你这个人 而是你带去的聘礼 爹 难道我错了吗 假人一跪在黄牛面前 失声痛哭道 自大出生以来 她什么事都听父亲的安排 可是却没有做过一件事 让对方真正满意 看见儿子哭得伤心 黄牛也流下泪道 爹也有错 爹以前不该是模式都否定你 你有今天 是爹害了你 爹 我现在该怎么办 假人一一见茫然地 看着对面的黄牛 此刻他也拿不定主意 是继续迎亲 还是立刻回头呢 黄牛走过去 用牛角顶了顶对方胸口 叹了一口气说道 孩子 这一次 该你自己做选择了 爹 爹 假人一突然觉得胸口一阵疼痛 醒过来却发现什么也消失了 他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原来自己还在家里 刚刚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 人一 该出发了 李正在门外喊道 假人一穿好衣服 走出去一看 迎亲的队伍已经准备好在等自己了 他长遇了一口气 原来刚刚真的只是一场梦 自己还没出发呢 这是一个男子 像一匹白马走过来说道 仁义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特意给你找了一匹好马呢 假人一跨上白马 像风一样驰骋而去 这一幕发生太突然 李正在后面大声追问道 你这孩子 怎么一个人先走了 这迎亲还来得及吗 假人一听到后面的喊声 回头笑道 李叔 你跟大伙说一声 这亲不去了 有人走到李正身边问道 李叔 假人一这是闹哪样呢 摆明着耍大伙吗 李正看着一人一马消失的背影 笑道 他这是找到自己的真爱了 走 我请大家伙喝酒去 假人一骑着白马 在御龙山上飞奔 突然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 他痴痴地望着那道熟悉的背影 满脸幸福地笑着 王寡妇正在河边洗衣服 听到马儿的嘶鸣声 他回头一看 满脸吃惊地问道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你大喜的日子吗 假人一从马上走下来 他来到河边 一把握住王寡妇的手 深情宽宽地说道 是的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不过我要娶的人是你 王寡妇想要正脱开 他不敢相信地说 你别开玩笑了 我有克服命 谁见到我都躲着里 假人一说道 所有人都躲你 我不会躲你 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 王寡妇正正地看着对方 有些不确信地问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假人一把抱起对方 然后将对方放到马背上 紧接着自己也骑上白马 说了一声道 走我们现在就去结婚 写在最后 忠有余忠 孝有余孝 可知忠孝二字 不是连利人做得来 人有假人 亦有假意 可知人亦两图 不无间恶人藏其内 的意思是 有一种忠心被人视为余形 就是余忠也有一种孝形 被人视为余形 那是余孝 由此可知 忠和孝两个字 太过聪明的人是做不来的 同样的 人和义的行为中 也有虚伪的假人和假义 由此可以知道 在一般人所说的仁义之事中 不幸的没有艰险脚诈的人 在这个故事里 假仁义的名字虽然让人觉得可笑 但他却是一个和顺善良的人 不仅孝顺 而且对待乡林总是谦让 遇到穷苦人也乐于伸出援手 不过他的余孝也导致了他懦弱胆小的性格 在很多事情面前不敢做出选择 好在最后一刻 他如梦方醒 终于明白 父亲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敢做敢当 有始有终的男子汉 于是他认清自己的本心 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会经常遇到故事中的困境 当别人欺负自己 受了委屈后是该反击还是忍耐呢 我觉得比反击更好的办法 是找到矛盾发生的根源 而不是让矛盾继续激化 另外我们也会遇到 一件事情让我们难以抉择 而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学会冷静 不要被他人的想法 左右自己的本心 只有自己的选择 才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当我们爱一个人 而对方不爱你时 确实让人难受 但是你要记住 爱一个人却永远都没勇气告诉对方 才是更痛苦的 邀请大家继续看一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女子要跳河 遇见未婚夫 对方拦着他 其实我已经死了 西晋时期 太和现今石桥下面有一个流浪汉叫李老汉 他年近五旬 在这座桥下面已经生活十几年了 谁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 每天又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这一天 他坐下桥洞下 像往常一样躺在地上 半眯着眼 临近正午的时候 河岸上突然来了一个女子 一身彩衣飘飘 一眼看上去 就知道是上等的玲珑绸缎 李老汉抬头看了一眼 突然瞪大了眼睛 脸上有一丝惊恐的表情 随后起身向对方跑过去 也许是跑得太快 被地上的石头绊倒了一下 不过他很快爬起来又继续跑着 一步也莫停下来 他边跑边喊道 姑娘 别跳下去 女子回头看着出现在眼前的流浪汉 他问了一句 你是谁我要寻死 你为时魔拦着我 李老汉看着女子 示意对方不要冲动 然后解释说 我虽然不知道在你的身上经历过什么 不过我作为过来人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死不是一种解脱 只会让你更受折磨 金石桥女子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一个流浪汉有什么过去呢 又怎么能体会他现在生不如死的这种感受呢 李老汉见对方动作停了下来 于是放松了一口气 他突然坐到了地上 示意对方放松戒备 然后说道 你既然不想活了 那介意死之前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女子刚想拒绝 可是转念一想 自己都是将死之人了 又跟一个流浪汉计较什么呢 于是他顺势也坐了下来 对着流浪汉说道 我可以告诉你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李老汉犹豫了一下 他面色有些为难 然后对女子说道 姑娘 我不能答应你 不过我也可以给你讲一下我的故事 女子想了下还是同意了 他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多了解一下这个世界 哪怕去了阴间以后 留点念想也是好的 原来女子是县城李李商包袱的千金 去年中秋的时候 她和身边的丫鬟小林 偷偷跑去平洋湖游船 那天街市上张灯结彩 小贩们大声吆喝着 好不热闹 两人四处游逛 对那些新鲜玩意都充满了好奇 包小姐在一个卖手式的摊前 住足了好久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身后的丫鬟小林不见人影了 想来应该是被人群冲散了 包小姐看了一眼拿在手里的簪子 这个她很喜欢 可是自己身上没有银子 只好要将它放回去 这时候 一个男子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这簪子多少钱 给我包起来吧 包小姐信自己心爱的东西 要被别人买去 赶紧一把又抢到手里 然后骄横地说 这是我先看上的 你不能买 刚刚说话的男子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公子哥 一袭白衣 一柄折扇 气质洒脱不羁 她看着女子笑道 姑娘误会了 在下买来也是要送给你的 包小姐刚刚只顾乎着自己的簪子 还没来得及抬头看一眼对方 这一抬头 她竟看得吃了 原来这世间还有这般美男子 她呆处了好久才回过身来 然后不解地看着对方问道 我们不认识 你为师母要送给我 男子谦恭地说道 在下姓潘 单名一个安子 方才见小姐盯着这个簪子看了很久 想必是喜欢 另外小姐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上等的玲珑丑段 我料定是身上墨带购银子 包小姐像小鸡灼米似的点了点头 这一刻她眼里已经没有簪子了 全是对面这个风姿秀美 容貌出众的潘公子 小姐 小姐 丫鬟小鸣拍着自家小姐的肩膀 她一脸诧异自家小姐 这是怎么了 为何对着空气吃望着呢 古代吉时包小姐看到身边的小鸣 这才回过神 原来刚刚那个潘公子早已经没人影了 回到家里以后 她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 坐在屋里盯着一根簪子发呆 脸上的愁容满面 嘴里念叨着 去年何时君别切 杨虎张灯飞蝴蝶 金碎和石切一军 西山白雪暗秦云 门外的包老爷听了女儿银的这首诗 仔细一品味 赶紧跑去跟老婆说 夫人 我找到咱家女儿的病症了 王夫人白了一眼 她这段时间为这件事可愁了 可是每天去庙里祈福 还是不管用 眼见着女儿日渐消瘦 病情越来越严重 现在听到自家老爷说 找到女儿的病症了 她赶紧问道 快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有病咱们赶紧给她治 别让她再吃苦了 包老爷说 咱家女儿今年方零二八 该是给她许配一个人嫁了 包夫人是过来人 于是道 老爷是说咱闺女思春了 包老爷哼了一声 我亲耳听的 还能有假 于是把刚刚从女儿口中听到的 那几句诗解释给夫人听了 在包夫人的张罗下 很快县里的茶商李家就来提亲了 李家和包家门当户队 两家对这门亲事甚是满意 那时候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所以这件事很快就在家里长辈的商议下敲定了 到了结婚这一天 包小姐对着身边的小玲说道 玲儿 我平时带你如何 小玲一听这话 眼泪巴搭巴搭地往下掉 激动地说道 小姐带玲儿如同亲姐妹 玲儿这辈子无以回报 包小姐说 那你帮我做一件事可好 小玲眼神坚定地看着自家小姐 然后说只要是玲儿能帮小姐做的 别说是一件了 十件 百件我也答应 包小姐听了这些话也有些感动 于是道 你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 不如这次你替我嫁到李家如何 古代女子出嫁 小玲一听 有些大惊失色 眼里甚至有些慌乱 她咬着嘴唇 内心显然很是犹豫和纠结 包小姐见这般情况 脸色一沉 很是失望地说 王我一直当你做亲姐妹 以为咱们姐妹情深 这点事情你不会拒绝 可是小玲全身一松 突然说道 小姐不用说了 玲儿答应你就是 大婚当天 小玲冒充包小姐嫁到了李家 等嫁过去以后她才发现 自己嫁的根本不是李公子 而是对方身边的书壮盼安 原来中秋游湖那一天 小玲与包小姐走散 而另一边李公子 也与自己身边的书壮走丢了 就这样两对走失的 却在不同的地点不期而遇 李公子看到小玲的那一刻 便一见清新 他平日里见惯了大家闺秀 初见小玲 就被对方身上的众谱师吴华 给深深吸引住了 可是当时匆匆一变 甚至连方明也莫来的急吻 正所谓夜未央 孟未良 极度相思愁断肠 自那以后 李公子心里便住下了一个人 再也忘不掉了 后来家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他几番推辞不掉 便只好想出了一个主意 便是让从小陪自己长大的书壮 潘安茂名顶替自己 当李公子得知潘安娶的并不是包家千金小姐 而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玲以后 顿时悔不当初 随后就大病了一场 可是自己心爱的女人已经嫁为人妻 而且这一切还是自己亲手促成的 想到这里 他便一个人走到金石桥上跳河自尽了 因差阳错的缘分 两人的故事说完以后 包小姐有些吃惊地看着对方问道 你就是当年的李公子 李老汉苦笑了一声 正是在下 当初为情所困 一时糊涂 却不想又做了一件让自己悔恨终生的事 包小姐不解 对方现在看上去除了有些落魄 也没有其他令人意外的地方 后来又做了什么后悔的事情呢 李老汉说 其实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因为是非命死 阳间是未了 所以阎王不收 需找一个替身才能转世投胎 包小姐一听 吓得身体直哆嗦 赶紧退后了两步 眼神警惕地看着对面的李老汉 然后道 你别过来 我是个女人 不适合做替身 你找别人吧 李老汉摇了摇头说 包小姐 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找替身 我在这近视桥下流浪了十几年 为的就是提醒了一些为情所伤的苦命人 寻死不值得 也解脱不了自己的业障 包小姐听完说道 你死得早又怎么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 只要想到自己心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 我泪都哭干了 李老汉说 这都是你我二人犯下的错 当初若不找提身 有何之如此啊 包小姐好奇地问了一句 那这些年 你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提身 然后去转世投胎吗 李老汉摇了摇头说 这都是因果报应啊 我已经想明白了 自己酿造的孽自己去承受就可以了 不能再连累别人了 包小姐听完这些话 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只听李老汉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劝道 莫要再寻死了 不值得 难道你想死后像我一样成为孤魂野鬼吗 小姐 不要 这时候 小林的声音突然传来 原来她听到包小姐失踪的消息后 就和潘安一直在寻找 最终在金石桥上看见了包小姐的身影 听了刚刚那些话后 她终于明白 当初包小姐为石膜要让她坐提身了 虽然这些年小林一直记恨对方 但是现在看来 对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自己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 潘安看到李老汉 终于见到了自家少爷 激动地说道 少爷 你为何如此犯傻 这些年我和灵儿有名无始 一直相敬如宾 你不该寻短线呀 李老汉看了这个从小陪自己长大的书状 然后郑重地说道 你们二人此生能结为夫妇 这是上师修来的缘分 所以才有了那些阴差阳错 命中注定你们要在一起的 好好珍惜以后的生活吧 包小姐忽然顿悟 她看着丫鬟小林说道 林儿 对不起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和潘公子只是情深匆匆一言 奈何原浅不能共度此生 希望你以后能够幸福 说完又转向了那个自己 日思夜 想半生牵挂的男人 深情凝望地说道 与你相遇很幸运 但我已失去为你流泪的权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未来里 你张开了双翼 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 就在几个人失神的沙纳 包小姐纵身一跃 从金石桥上跳了下去 飘在半空的她 第一次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黑白无常这时 一对黑白影闪过 他们正是阴间的差异 此次奉命来阳间勾混 他们看到旁边的李老汉说道 判官大人说了 你阳间业障已除 快去投胎吧 李老汉不解 不是说非命死不能投胎吗 黑影差异道 谁说的 简直胡说八道 地府里可没这规定 倘若你真找了体身 罪过就大了 肯定要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李老汉听到这句话 吓得全身冷汗直冒 不过心里很是庆幸 因为自己的选择终于对了 果然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潘安和小林看到自家少爷和小姐 还有转世投胎的机会 高兴地相视一笑 却发现不知何时 对方的眼睛里竟然装的都是自己 深情凝望 写在最后 日久便生情 久别爱难须 意思是 如果两个人天长日久地待在一起的话 便会生出感情来 而两个人一见钟情 如果离别的太久 爱情也是很难续接的 包小姐和李公子都是因为自私 所以才找了提身 却没想到因此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幸福 这种为了自己幸福而伤害他人的做法 终究是不可取的 好在他们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没有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 否则真的是万劫难复了 我们的生活中都不缺少 像潘安和灵儿这样阴差阳错的爱情 当初在一起时或许有些将就凑合 可是一个屋檐下住得久了 肯定会生出感情 而且会有一种同甘苦的默契 不言说 也知道自己已经离不开对方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